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 耶稣说什么 如果你在天父面前不认我 如果你在人面前不认我 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你 你记住他说 耶稣说 如果你在人面前不认我 是你的救主 不认我是你的神 你住院 我在天父面前 我也不会承认你 因为你不肯承认我 是你的神 你不肯在我面前为我做见证 我就是 你就是不认我 所以因为今晚我们真的要为我做见证 我们求求给我们一个胆良的心 一个有能力 能够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一个人 不以奉陷于修事 为什么我们要拍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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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们是基督徒 为什么 这个很重要 我们记得是思想 最后一个故事就为今天结束 有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 但是这个基督徒没有什么读学书 读学书很少 没有什么知识 没有什么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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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有一个很有学书的朋友 很怕辩论辩论家 有一个很有思想的一个很有思想家 是他有没有朋友 所以这个朋友很怕辩论他 一个这么有能力的朋友 一个这么办法辩论的朋友 能有什么能够信耶稣 但是他不敢和我们传过佣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辩论过他 因为他太过分辩论了 不过他说耶稣 他突然说这个 他不会说 因为他不会说 他也不知道他怎么说 你一定输给他的 如果你跟他拼的话 拼不赢他的 因为他很怕辩论过他 一个辩论家 但是这个人很盼望 这个朋友来说耶稣 所以每天都会在祈祷 但是不敢和他说 有一次他说 今天神下你帮助我 我一定要和这个人说 全部人虽然我拼不赢他 虽然我说不赢他 我不及他的口才 但是我怕我能够 和他全部人准备了 一些福音的讯息 当他来到一个朋友的面前 门口的时候 他不够敲门 等一下他一拼一拼 我不会说 你比拼他怎么好呢 所以他又害怕 他站好神下帮助我 我今天一定有机会 跟他传福音的 一定要 所以站好之后 就大胆地敲门 敲门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开门 敲门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害怕你 很紧张 不懂得说错 忘记了 已经想好了 全部忘记了 不知道怎么说 结果他越想着就越说不到 越紧张就说不出 到一个地方 他会哭 一直哭 然后他觉得奇怪 为什么一开门就哭 又说不出 你一哭 为什么 慢慢来 慢慢来 不要哭 你为什么 为什么 我问他 他说 我怕无理信耶稣 我知道 我怎么说你 都说不明白 说不赢你了 你很怕他说 你很怕他说 你很怕他拼 我知道他拼不赢你 他不赢你 他变论不赢你 但是我怕无理信耶稣 所以我进一拳 我就哭了 请你原谅我 不好意思 请你原谅我 对这个朋友说 一个不信主的朋友 看见这个朋友 这么哭 遗弃 你这样说的时候 觉得非常感动 他说 为什么我朋友 这么爱我呢 必有他的道理 如果他所信的耶稣是真 必可能 他信的耶稣 真的可能有点的 有点的 真的 不想他怎么会这样的表现 好吧 我就跟你去礼拜堂看看 本来以前就吵了 我去礼拜堂 就变来的 但是你看看你这样的样子 我就去礼拜堂看看 看看是对的 又说些什么 可以变的 可以博的 对吗 他就在礼拜堂看看 究竟你信的耶稣是怎样的 因为你这么爱我 你哭了 所以从那天去 他就在礼拜堂 其实在礼拜堂 是想辨别的 可以认识的 我们就来做礼拜了 绝了 久而不知 他慢慢了解了《识经》 慢慢明白了《识经》以后 以后就悔过他 就是信耶稣 识了一个很权识的基督徒 所以看姐妹 你发觉我们的东西的时候 不需要和他认识的 不需要和他辨讆的 对不对 你的爱心人 你认识得多 这个朋友很爱他 不知他怎么说 但是他用他爱的眼泪 就感动了这个人 亲自去认识 去经历神的作为 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作为 所以看姐妹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那些人 那些人会在我们身上 看见耶稣 我们来跟着耶稣的人 所以 当这个官府 在这儿恐吓美德和若外的时候 他说 我不允许你们再服这个人的名利寸动 我们全部人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有什么反应 对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 今天我们对那些 所属听见的 不能不输 好似彼得所说的 一个有力的见证 因为彼得若外的见证 你发觉到最后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看 就是 这个史诺院第四章 22 我们来看这个21节 官府为百姓的缘故 想不出文法 懲罰他们就是彼得和若外 就恐吓他们一番 就将他们释放了 到最后是什么 因为众人所行的歧视 后面是什么 那里是什么 一起谈 一 二 三 道 归 荣 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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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谁能播 stepping onto ayuda 是神 为什么神能够用 因为我们的见证 我们经常会到神的面前 我们是荣耀荣耀神 是迎礼忆道的 来见证神 使神一认 我们所作的 能够称赚 finger on the back of the fill 能够送贊归给祂 使用彼得他们 告成奉 dar of the famous name 徒信耶稣归给祂 而因为我们所做的 能够将荣耀归给上帝 就是基督徒唯的目的 顾为 先 console Prior to describe 介紹神給人聽 看到神的作為的時候 最後所有人都信服 以為是真實能夠歸榮耀給神 雅然之 聖經講 原來是神聖遙控的人 有四十幾歲 是一個見證 四十幾年 這個人從來沒有行走 從來沒有辦法起身 讚美神 敬拜神 沒有辦法來到聖殿 天天被人抬來媚悶 愛得人家的粥就是人吃 但是今天神醫治開 是一個很用力的見證 是藉著什麼 是藉著彼得的見證 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到最後的時候 神就得榮耀 榮耀是歸給上帝 所以定證會榮耀不是歸給人 永遠要記住 你不可以奪起神的榮耀 我們只不過是得神的什麼 平安 喜樂 祝福 你來到這個聖殿 你是領受祝福 領受平安 領受福氣 但是你不可以得榮耀 記住這件事 榮耀是歸誰的 榮耀是給上帝 是屬於上帝的 因為我們的創造者 我們的被造者 我們不可以奪起上帝的榮耀 當你奪起上帝的榮耀 你就何災 對不對 為什麼今天 撒旦會被上帝扔下來 本來是一個有榮耀的天使 但是他要跟上帝同等 要跌穿上帝的榮耀 他就被拉到頭 扔到地上 我們今天人 從來一個被造者 你不要去奪起上帝的榮耀 榮耀是永遠歸給上帝的 但是當我們願意將榮耀歸給上帝的時候 上帝應許還將什麼 平安 喜樂 福氣 祝福 臨到我們的身上 不單止我們的身上 是我們的家族 一代有一代傳下去 是到萬代 到最後 我們做了一件事 就是三件事 我們要持守的 就是 別人認出你是神的兒女 第一次是什麼 一定要 守 什麼 安息人 一定要在你 優勝練裏 做禮拜 所以我們怕每一個主人都能夠做禮拜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很心痛 因為很多時候 第二次的禮拜只不過是一個月來一次 哪日來 聖餐的禮拜 有三個禮拜 你沒有領受這個祝福 是很可惜的 對嗎 不要只是單單聖餐來做禮拜 你每一個人 每一人都要做禮拜 體為聖人 對嗎 有些人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很可悲 一生人來你 三次 哪三次 第一次是洗禮的時候 第二次是結婚的時候 第三次出品的時候 你說很可憐 我怕你不是這樣的人 我也不是這樣的人 不是這樣一個月來一次 有些人更慘 一年來一次 什麼時候呢 聖誕節 為什麼呢 因為有禮拜 我們真的很可惜 很可憐 為什麼呢 神說什麼 三聖日 聖禮聖日 是要慈福 給所有來到神面子的人 你以為 當你每一個禮拜 來到神面子的人 你練習慈福 另一個禮拜 是神的祝福 悶悶的給你 好嗎 第二個禮拜你再來 又再給你一個祝福 對嗎 為什麼你有心理這樣的祝福 每一個禮拜 一定要做禮拜 好像今天一樣 聖餐主 下個禮拜 繼續給你來 好嗎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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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說完 阿門了 一個禮拜 baba ,你幫你去哪 знаю 呀 阿門了 第二句的是 existe 我們要愛心 幫助別人 別人能受盡我們愛心 應對將會去神面前 我們要將什麼 今天要說 金銀劍 你有什麼 有什麼 最宝贵的是什么 耶稣基督 你是拥有最宝贵的是什么 为什么你不珍惜他 介绍给大家 今天我逢那宗里面 耶稣里面叫你行走 这个是委屈给他的 第一的是耶稣基督 第二 第三件是什么 我们不以福音为 羞耻 二十字架为什么 什么 什么 荣耀 荣耀 大声点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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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的时候 这次是丈夫的名字 但是我们要荣耀给上帝 是上帝的应得荣耀 求神还帮助我们 做一个真正是父神的人 阿们